深夜的高速收费站 女人正为下高速的车辆收费 女人被吓了一跳 可是再仔细一看 副驾驶又什么都没有 女人以为自己困了出现幻觉了 可是她刚回头 车道上怎么会出现一具尸体 女人叫阿珍 这天她在工作时遇见了一位女司机 女司机拿钱包时姿势有点不雅 可这一幕被阿珍用手机拍了下来 尽管女司机要求她删除 可是阿珍并没有这么做 还把她上传到网上 原来女司机是个模特 网友纷纷留言谴责她 有人也叫阿珍删掉影片 可是阿珍为了流量并没有这么做 女模特的男友知道了这件事 觉得女友做了对不起自己的事情 两人为此争吵了起来 男友一气之下送女模特领合饭 这天晚上又轮到阿珍值班 她还在观看自己拍的录像 忽然一个大妈拍打着窗户 原来阿珍看得太忘我了 就连有人来了都不知道 被大妈狠狠骂了一顿 组长在监控看见后 让阿珍不要玩手机认真工作 可是阿珍却说现在很晚了 高速又没什么车 眼见阿珍这么不听话 于是组长让阿伟去看看阿珍 可是阿伟去查看后 却说阿珍没跟什么人聊天 时间到了凌晨三点 阿珍对组长说自己要去上厕所 组长要阿珍找人代班才能去 阿珍才不管这些 她直接离开了收费厅 阿珍刚来到了厕所 灯光就开始闪烁起来 等她上完厕所出来洗手时 镜子里出现了一个黑影 女人发现镜子里出现一个黑影 她吓得转身却什么也没发现 可是镜子里的黑影确实存在 阿珍壮着胆子往前抖 灯光熄灭后 阿珍却又消失不见了 不怕死的阿珍又往里查看 突然伸出了一只手 吓得阿珍转身就跑 正好碰见阿伟 她对阿伟说里面有阿珍 于是阿伟打着手电筒查看 但是什么都没发现 阿伟觉得阿珍有妄想症 因为自己在这里工作一年了 从来没有碰见什么怪事 组长也来到这里 让阿珍赶紧回去上班 可就在阿珍收拾好情绪上班时 诡异的事情又发生了 她看见了阿珍在副驾驶 可是转眼又消失不见 等汽车开走后 阿珍准备拿手机刷刷视频 她看见了一条新闻报道 那个被她发视频上网的女模特死了 就在这时阿珍膀胱一扫 她惊恐地发现车道上 有一具被塑料袋包裹的尸体 为什么阿伟没有发现车道上的东西 就在阿珍转头叫阿伟时 那具尸体竟然站了起来 她好像正死死地盯着自己 阿珍害怕极了 可是尸体又突然出现在她面前 就在阿珍转身逃走时 阿珍的尖叫声引起了阿伟的注意 可是尸体又消失不见了 阿珍急忙逃出了收费亭 组长从监控发现了正在狂奔的阿珍 阿伟也过来想要拉住她 可是阿珍嘴里喊着有阿飘抓自己 她正拖了阿伟往高速公路跑去 阿伟想要去追 可是组长叫她先回去收费亭 她说自己会联系交警去追阿珍 而此时的阿飘正坐在收费亭上 女人在高速公路上狂奔 因为在她的身后 有一只阿飘正对她紧追不舍 眼看阿飘离阿珍越来越近 她停下脚步慢慢转过头 阿飘从塑料袋里正拖了出来 阿珍尖叫着不断往后转 而阿飘一直追着阿珍 直到阿珍闭着眼睛靠着墙 嘴里还不断尖叫着 阿珍发现身边没有了动静 等她睁开眼睛时 发现阿飘又消失了 就在这时 阿珍听见身边传来敲击声 等她转过头一看 阿飘正坐在栏杆上 此时正紧紧地盯着阿珍 阿珍这才看清了阿飘的面容 正是被自己拍下不雅录像的模特 模特对着阿珍发出嘶吐声 阿珍被吓得起身逃跑 正好被一辆急迟而过的骑车撞 另一边组长联系上了交警 他让阿飘也去寻找阿珍 随后阿飘发现了躺在地上的阿珍 看见阿珍受伤后 阿飘急忙将他背在背上 他通知了组长已经找到阿珍了 原本组长放下了心来 可是随后他接到了交警的电话 说发现阿珍对撞飞下了高架桥 已经伤重不治身亡 组长惊恐地看着远方 阿飘正背着阿珍往收费站走来 他的脸上正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深夜收费站继续收费 而过路的司机被收费员吓得半死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不要在背后编造诽谤别人 这会让他人身败名裂 喜欢影片的请点赞关注 我是金乐 我们下期见